辽宁两人,新疆两人,广沙两人,浙江对三人,广东却零人入选MVP,最终争夺提前宣布措施CBA大奖 CBA本赛季已经进入常规赛的收官阶段,现在更让人关注的其实是各大奖项的一个归属情况 尤其是最后的一个终极大奖,常规赛MVP 辽宁达论今年是绝对有机会去突破这个MVP0的尴尬 之前郭艾伦没做到的事,可能会被赵基伟做到 因为在最新一期的,最终排名前15的胜利贡献值榜单方面 赵基伟已经从第四升到了第二,仅次于MVP的最大热门阿布图沙阿姆 但是双方已经可以PK一下 进入这份榜单,你才能够去参与评选 其他的球员你打得再好,你在这个榜单没有根据公式算出你的数值来 算的你不行,那你就算是再厉害,你场景有50本也没有 只要公式算出来,你这个分值不够,那就不行 而在这种情况下呢,CBA的第一打豪门 也是第三阶段开始以来 状态最好的球队,广东南篮确定 已经无缘本赛季的MVP争动了 因为他们甚至都没有一个人进入前15 你像各支球队,很多人都可以进这个榜单 浙江城银行,三个人入选 包括说成帅鹏,这都是非常有实意的球员 于家豪,辽宁南篮三人入选 赵纪伟,第二,张震林第五,韩子军也进了前15 广沙队两人入选,胡金秋第三,孙明慧第四 新疆队两人入选,阿布图沙拉木目前第一 麒麟排在了第十一位 剩下的像深圳的贺锡宁 广州的崔永熙都进了前15 包括青岛杨汉森 但是广东南篮却成为了最大的冷门 作用四大超级国手 尤其是周期,胡明轩,双子星 却全部落选了本次的MVP 也就是累计贡献值榜单 你上不了这个榜,进不了前15 你都没有参与评选的资格 想给你投票,投不到你的身上去 所以说可以提前宣布广东南篮 已经告别这份大奖了